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插头 插插座 很容易出现触电式骨道 好危险哦 那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电方面的安全要注意的 电灯坏了 我来修一下 生活中电气坏了 记得要先切断电源 再修理电气哦 打 哎呀 真棒啊 浮室里 不要边玩电子产品边洗澡 也很危险啊 买到超级便宜的微波炉 太棒了 不要贪图便宜 随便在路边买三无电气产品 没有安全保障哦 电灯坏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很危险啊 那在户外也会有这种安全问题吗 对 在户外雷电的电压比家里的更高 他很喜欢皮膏的东西 所以雷雨天不要站在楼顶玩哦 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黑鱼 在外活动时看到高压危险的标志 不要随便靠近哦 被子晒在这里肯定干的快 不能在电线上晾下衣服被子哦 嘟嘟 这好危险啊 小朋友 不管在室内还是户外 电的安全问题要牢记哟